KRM的工作室 我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很好 我想一下 很好玩 讚喔 還蠻充實的 在直運老師教的東西類型有很多 我們只要助有3G建模有影像處理 在23年級的暑假 學校有開一個多媒體科訓班 我們就學到很多關於多媒體的技巧 還有像做網頁 然後寫網頁程式這樣 我們來這邊可以學到行動EPV開發 然後我們的專題主要就是以我們校園為場景 然後再製作一個逆世堂的遊戲 藉此就可以希望讓學生提高校園的認同度 還有一些認識校園的文化 我有去參加城市設計的比賽 就是一大早就坐火車到台南 然後最後也拿到第一名還不錯 我參加過系上的籃球比賽 在比賽中的時候對班上還有系上有貢獻 因為我本身就沒有很喜歡讀書 然後因為這裡的環境可以讓我覺得 我可以輕鬆地學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這樣非常的輕鬆 對我來說 這班上有辦很多的活動 像一年級的任務比賽 以前沒有參加過這種大型的活動 站在台上就覺得還滿新鮮刺激的 那任務比賽就能夠讓我跟大家一起融入 然後跟著班上一起這樣子同進退 我覺得非常的很酷這樣子 加入紫穎青春回憶 bog下路 十一年級一個名字 非常有趣 最新鮮的小媒體 荷物 一年級超過 完全超過 最新鮮的小 me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